终于要直接沟通了 最新的消息是刚刚总统府已经打了电话给林非凡 双方就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协商 而现在入业之后呢 在立法院外面聚集的人潮越来越多 最新的消息要连线记者陈妙新 妙新 那么针对总统表示 想要跟这个抗议的学生们来做一个对谈 那么这个学生领袖们 他们下午已经公开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乐于在不设预设立场的状况 施加跟总统见面 不过他们希望给有公开的平台 甚至地点最好在凯道上面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到傍晚的时候就传出 府方已经有人主动打电话来给林非凡 那么针对要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要谈什么样的内容来做一些对话 那么事实上我们了解 在学生的态度的部分 他们表示时间地点 还有这一些预设的议题到底要讨论什么 那个林非凡是回应说 必须还要跟其他的同学来做一个商量 所以短时间之内 应该没有这么快可以敲定 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正在寻找 林非凡 不过呢目前在立法院的内场里面 我们的记者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的 那么我们也试着拨这个林非凡的电话 想要做进一步的求证 不过他的电话从傍晚到现在 都一直在通话当中 所以到底呢 学生们需要选什么时间 什么样的地点跟总统来对谈 随时掌握最新消息 会带您回到现场关心 主播 好的 非常谢谢妙心 但我们看到是立法院最新状况 我们随时会来自 这个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好 另外我们看到学生冲进了 我们看到学生冲进了